所以小朋友進步來說確定沒問題 那等會呢也不用客氣喔 你們來進門今天應該是第二天吧還是第三天 第二天 有沒有走路走到腳痠呢應該還好吧 你們如果說這兩天真的剛好有走路走到腳啦 腰懶真的會傷會痛的 還是說昨天晚上換了床部真的沒什麼睡的 現在真的肩頸會緊繃僵硬的 等會我會請你來先利用許多中藥 針對痠痛研發出來的外用產品 有痠有痛記得外用產品都可以免對NRS用沒關係 來那我這裡很快速說明一條根長這個樣子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一條根 但是好多人問問說一條根長一張這樣 旁邊這個大帳的照片 這個就是我們金門農民縱使一條根農場拍攝的照片 一條根長這個樣子 但是要特別強調 金門現在一條根不好意思沒有野生的 以前確實都是野生的 但是自從金門在82年開放觀光之後 野生的條根短短六七年就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82年金門開放觀光 開始我們很多台灣的貴賓陸陸陸續續開始來金門旅遊 那也造成很多貴賓趁著來金門旅遊的機會 開始來金門收購一條根 我們當地居民也很高興有潛戰 大家開始拚命挖 所以短短六七年野生的條根 被我們當地居民挖來露天灘 受挖到軍方消失掉 農事所最後才趕快聘請當時台大 謝道書教授來金門報研究如何改變成人工種植 請他來教導農民種植 所以一條根現在在金門說實在話 百分之百全部都是農民跟農事所簽約氣種出來的 所以像我手上這一包呢 農民種植兩年半到三年收成一條根 農民送下去基本兩年半到三年為什麼要效問題 經過功效評估研究才知道兩年半三年效果最好 但是好多對面會疑問這個一條根我要怎麼用 其實說實在話一條根在金門三百多年了 我們當地沿用三百多年的地方限制也計較得很清楚 但是一條根在金門這三百多年來說實在話 三百多年前真的沒有什麼科技可言 所以老祖宗的智慧拿來做什麼用 一條根其實在我們金門最傳統的使用方法 實際上拿來做什麼知道嗎 實際上一條根在我們金門他是哪兒 這個就是金門非常有名的風刺藥酒 那其實金門一條根包含風刺藥酒會這麼有名 都是感謝找嘉賓喝做介紹 所以以前來金門當兵不是住在坑道就是住在碉堡 那很多人真的來金門當兵當到退伍要回台灣的時候 不會從金門帶風刺關節回台灣 為什麼 因為碉堡坑道每年固定的金門這個島很特殊 每年固定的只要到了春夏天它就有一個缺點 遊者只要進入春天開始吹南風差不多準備要開始了 只要進入春天開始吹南風這個島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潮濕 尤其以前阿兵哥住人坑道裡面時期是最恐怖的 那個時期有時候中到坑道裡面是好像在下雨 有時候皮鞋晚上擦亮放到明天要穿皮鞋便擺設 整個皮鞋罷眉就一個晚上而已 實際上長時間住在這種很潮濕的地方 真的很多人到退伍要回去都會帶風刺關節 所以後期才慢慢有阿兵哥知道 原來我們當地居民就是利用這個藥材 套酒來改善風刺關節 來